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法林 欢迎收看法林追问第118期 三个星期之前 我在法林追问第117提问 赵紫阳拒绝检讨 放弃付出执政的机会 是对是错 牵涉到两种伦理观 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就是这个职业 所要求你承担的责任 要求你遵循的规范 而信念伦理就是只考虑 符合自己的信念 而不管风险不计成败 观众网友们讨论的挺热烈 多数是赞成赵紫阳的选择 有风骨有气节 不说违心话 不做违心事 但是持有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多 让我也不免有点吃惊 下面就是他们所写的跟帖 赵紫阳如果能够付出改变中国的走向 那么个人荣辱应该放下 赵应该暂时认错 忍辱付出 然后以图大业 政治家权力在手是第一位的 没了权力 一切都无从说起 像邓对毛对画的策略是对的 保住了权力才有邓以后的作为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紫阳如果能重新出山 今天中国恐怕是另一个局面 政治家要学邓小平 可方可原 方是根本 原是积变 政治家要以国家前途为首要 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也是两派意见都有 我介绍过姚坚富老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忆 有一年在纽约的胡赵精神研讨会上 他发言时也回忆他两次与赵紫阳长谈的经过 说他对赵紫阳转述了李锐的看法 赵紫阳与陈独秀是两位不做违心检讨的总书记 赵紫阳听了极为高兴 姚坚富老先生介绍说 有两种意见 不少人责难赵紫阳 你为什么不服一服软 保住总书记的职务呢 那六四以后就不至于改革派全盘皆输啊 但姚坚富反驳这些人说 政治家要讲道德伦理 不能不必以责任伦理设限 我们如果都学邓小平说永不方案 然后一上台再永远方案 如果人人都变成这样 中国的道德哪里去了 我在那次节目中啊 可能没有太说清楚 后来有一位我很尊敬的退休学者兼官员朋友 给我写来微信 很婉转的反驳我 责任伦理似乎很难被接受 当年只要我爹认个错 服个软 立即官复原职 但他不检查 始终没在右派结论上签字 如果他服了软 就没有流放生活 也就没有那用血泪写成的诗篇 在他的诗集出版发行座堂会上 王学太老先生说 官场顺遂 可能多造就一个官 多了几首老干体的诗 而少了一个直追老度的旷世诗人 李锐 邵雁祥 钱李群 王康 也深表认同 我领悟到 他是误解了 这位朋友 他误解了我所说的责任伦理 于是立即回复 谢谢您介绍令尊的选择 但他老人家的这个选择 是在信念与世俗功利之间的选择 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坚持的人 都会支持认同您父亲的选择 我无疑也是如此 但是我在节目中所说的 并不是这样的选择 而是责任伦理 还是信念伦理 这两难的选择 所谓责任伦理 并不是官位权力级别之类的考虑 打个比方吧 如果令尊在为正义方时 有一项极端有害国际民生的大工程 他在任上就有权喊停 就能尽到自己的职责 制止其上马 他若被打倒 这项工程无人阻止 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饭 千秋一害 那么他怎样选择是好呢 是应该坚守信念伦理 拒绝认错 在磨难中淬炼成一位大师人呢 还是应该违心检讨 保住权力 履行职责 从而为国为民避免一场大灾难呢 作为人 应该遵守道德伦理 从事任何职业 又都应该遵守责任伦理 道德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两者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并不是互不兼容的 你担负的职责 不应该与你信仰的价值观念 相抵触相违背 然而 这两者确实有时候会发生冲突 如何选择 并不是那么是非分明 可以一目了然的判定是非的 可以说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面临过这种两难 需要我们权衡并做出选择 我希望能找到选择时 能可以遵循的一般原则 就请教过不少人 例如 我曾经采访过六四时 担任天津市委常委 开发区党委书记的张伟 他曾经是政坛第五代的领跑者 在当时被看作比李克强更有希望攀登到权力顶峰 更别说习近平了 但他 但张伟啊 在六四时愤怒抗议当局的镇压 毅然宣布辞职 从此告别了仕途 他在道德伦理与责任伦理的两难中选择了前者 许多人后来为他惋惜 认为他不该辞职 而应该忍辱负重以待来日 我追问张伟 你是怎么权衡的 留在体制内岗位上 你自己的良知当然会受到很大的折磨 但是为了能推进改革事业 是否就应该付出忍辱负重的代价呢 许多人都这么说 张伟要不辞职 以你的胆破见识 可以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做出多少重大的贡献 张伟笑着回答我 他说能做出这种贡献的人 不在于我一个人 说实话 我知道很多人会有这种权衡 我也不认为没有辞职的人都不好 但是我想 担当这种角色的人很多 不缺我张伟 但敢在那种关头 敢于辞职 表明一种道义勇气 同时可能给别人一种激励 一种提醒 能起这种作用的 就只能是我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不是意味着更高层次的需求吗 张伟针对那些为他可惜的朋友们说 世界上比我官大的 绝大部分能力都不如我 我看的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没有达到我的位置 但他们的能力 见识比我强的多 我可惜什么呢 我不认为什么东西就一定是我的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一定是属于谁的 我又问他 问你当时对后果怎么评估呢 在这么重要的关头宣布辞职 不就像捅了马蜂窝 张伟回答 我当时最坏的估计是会抓我 我这个级别的干部 没有那个资格和能耐分裂党 所以给我的罪名只可能是知识动乱 当时有极少数身居高位的人 恨不得把我往死里整 但是天津市主要负责人 这张伟啊 当时没有明说是谁 但是我推测 他说的是李瑞环 天津市主要负责人 没有同意这样做 当有人提出来要把我抓起来时 天津这位主要负责人 没有点头 他甚至坚持对我不辞职 而是免职 辞职就是处分了 免职则是我辞职 组织上批准的一种正常程序 这实际上是对我的保护 这里啊 我还想举出一个一臭万年 国人皆约可杀 姓名前永远有个前缀 汉奸的人 那就是汪精卫 最近和平与香港的陶杰先生 讲了好多期汪精卫 很多朋友看过 听过他们的节目 陶杰先生啊 绝大部分看法 我非常同意 他对汪精卫讲了公道话 分析了历史的复杂性 十几年前 因为某种机缘 我与汪精卫的大女儿 汪文醒和女婿何孟杰 以及他的外孙女 汪精卫的外孙女夫妇 多次常谈 我初次见汪精卫的大女婿时 他已经年近九十了 但是头脑 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远超同龄人 那几年我也看了很多 关于汪精卫问题的资料 请教过一些专家学者 汪精卫为什么搞和平运动 1940年在南京成立 汪精卫版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是非公罪 说来话长 请大家多看陶杰先生的精彩分析 这里呢 我只想简单的说 从我获知的资料 我否定人们通常扣给汪精卫的三顶帽子 因为三顶帽子都缺乏证据 第一 他不是贪生怕死 第二 他不是争权夺利 第三 他不是卖国求荣 我就不展开这三条了 只说一点 与我今天话题有关的 汪精卫年轻时 从东京秘密回到北京 刺杀满清摄政王 奋不顾身 义无反顾 他在被满清政权抓住 关到牢里时 写了被逮口战四首 其第三首充满大五位精神 最为快制人口 汤凯歌烟士 从容做储求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那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的紧要关头 他瞻前顾后 我们就看不到 他早年那种破釜沉舟的胆破和世俗 如归的决心呢 汪精卫本人没有解答 为什么自己的青年和壮年 四分之一世纪前后的有这种变化 但是他的女婿女儿转述了他的考虑 那就是身份转换了 作为个人 可以下决心 宁为玉岁 不畏瓦权 像俗话所说的 跟日寇同归于尽 杀死一个够本 杀死两个就赚了 像革命烈士诗超里写的 杀了夏明翰 自有后来人 但是身为国家领导人 绝不能下这种宁为玉岁 不畏瓦权的决心 你不是普通人 你是领导人 就不能去逞匹夫之勇 更不能带领民众都去逞匹夫之勇 你若把民族的元气 民族的资源 民族的生存空间都打光了 你就带着民族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就罪过大了 著名的民国外交家顾维军 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岁 不畏瓦权的原则 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顾维军还告诫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 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 应当是民族利益 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 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 否则 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 实现政治野心 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 我体会 顾维军说的 就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两难中的选择 顾维军强调的是责任伦理 你作为代表国家的领导人 或者外交家 在与对方交涉时 如果只想着自己实践信念伦理 不在乎谈判是否能够获得成功 我们能认为这种选择正确吗 汪精卫的后人所转述的 普通平民 个人的选择 与领导人做出关于国家走向的选择 这中间有着重大的差别 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能把对普通人的道德伦理的要求 简单的套用来要求担负重大责任的领导人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 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道义与利益之争 不是信念伦理与政治权利 社会地位 个人与家庭福祉之间发生矛盾 该怎么权衡这个问题 关于道义与利益之争 中外先贤已经有了无数深传言教的表率 我们讨论的是信念伦理 也就是所谓道德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发生矛盾 该怎么取舍 社会生活当然是复杂的 为公还是为私并不容易分辨 有些人内心里他考虑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利 名位高官厚禄 但有可能对外却表白宣称是为了捍卫设计江山 挽救民族威王 不是可能 而是一定会用这些东西来包装自己 而责任伦理呢 当然是有真有假了 信念伦理同样也有真有假 是真正的以身寻道 还是为了个人孤名钓鱼 有时也不那么容易分得清楚 需要细心的辨析 也需要时间来讨喜来检验 最近美国华人老学者郭罗基先生 在美国华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 《良效顾问冯友兰》 其中不少章节很发人深思 郭罗基先生的经历成就 和这本书的内容 我今天不打算多讲 以后我想专门抽时间讲 这里单说他写到的冯友兰 冯友兰与侯外卢两个人呢 正好做一个对比 冯友兰这个名字 友兰 他预含着是与兰为友之意 古人说兰香草野 在中国文化中 这个兰不只是一种好看又芬芳的植物 中国我们的前人呢 赋予了他高洁丰谷的象征意味 冯友兰这个名字 我相信是寄托了亲人和他自己 关于价值观念的期许的 侯外卢这个名字也有来历 他原名赵林 又名玉书 字号外卢 是把苏东坡的 不识卢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反其意而用之 以外来戒 来警戒自己 冯友兰是河南人 诞生于1895年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 逝世于1990年 享受95岁 而侯外卢呢 是山西平遥人 比冯友兰小八岁 诞生于1903年 逝世于1987年 享受是84岁 他曾经就读于巴黎大学 这两位都是中国现当代 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泰斗级大师 冯友兰曾经自拟对联 三史事古今 六书记真元 总结自己的得意之作 三史是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简史 中国哲学史新编 的三套中国哲学史著作 六书呢 是他的真元六书 也就是有心理学 新世讯 新世论等等 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他说的这个三史啊 第一本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完成于30年代 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来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这个书中所写的许多概念已经成为定论 称得上是中国哲学史 奠基之作 中国哲学简史呢 是1948年 他在美国宾州大学讲学时编写的英文教材 这本书翻译成十多国语言 销售了数百万册 这本书和刚才说的中国哲学史的英译本呢 都是西方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 到今天也是如此 也是西方至今为止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 而刚才说的三史中的第三本 中国哲学史新编一共是有七本 那真是惶惶俱著 这个呢 是冯友兰用最后的生命写成的 冯友兰他是研究他的研究范围啊 是限于哲学史 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 侯外卢 他是写的思想史 他著有中国思想通史 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 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史论 中国思想史纲等 中国思想通史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 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他综合讨论了哲学思想 逻辑思想 社会思想 无卷六册 洋洋二百六十万言 这本书 侯外卢先生啊 他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开始写 然后六十年代初写完出版 这两人呢 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 但是两个人的学术和人生轨迹差异极大 在基本学术观点上 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卢的不变形成了极鲜明的对照 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 多次发生过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总是像陶淵明所说的 绝金是而左飞 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啊 都有迎合当局的言论 尤其是在文革后期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 他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批评 他竟然给梁孝当顾问 竟然去批孔 本来他是坚持儒家的观念 尊孔的 梁孝是个什么东西 是两校的谐音 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这两校写作组所写的文章啊 在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等等官方主要媒体上 刊登时专用的笔名 梁孝是毛泽东和四人帮 臭名昭著的御用喉舌 在文革后期两年多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冯友兰居然去给梁孝当顾问 所以后来人们口诛笔伐 认为他大劫有亏 甚至是丢弃操守 苟窃偷生 侯外卢则正好是鲜明对照 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 潮起潮落 总是坚持己见 从不屈从 他以信仰为生命 为志业 并以之自立 侯外卢晚年曾说 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五十年 最感庆幸的 莫过于一生一生 他没有为了需要 这里我想他说的需要 就是政治需要了 没有为了政治需要 而拔高或贬义历史人物 文革初期 侯外卢在一次批斗中 突换脑血栓 卧榻不起 生存环境异常的险峻 1972年 在文革极左思潮笼罩下 侯外卢暴病编辑成 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 书中对他曾经受到猛烈批判的 封建土地国有论 原文赵禄一字不改 不做半句检讨 1974年批邻批孔期间 有人来暗示侯外卢 你出来表个态 你的日子就全变了 可他依言不发 不予理睬 有学者曾经概括 侯外卢的学术说 在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 他的学术思想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 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 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 凸显了执着追求真理的 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这两人呢 不同的人生态度 学术生涯 他摆在那 应该包谁 贬谁 相信谁都不会含糊吧 但是 如果您知道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 那评价起来就有点棘手了 冯友兰文革中 他因为紧跟而躲过了一劫 活到了高龄 在生命最后几年中 他以惊人的意志 写完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七册 在生命最后十一年里 他眼睛近乎全瞎 耳朵近乎全窿 每年住院数次 但他口述 弟子笔录 赶在辞世之前 完成了这部哲学巨著 周志平教授评价说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 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 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 而侯外卢呢 非常令人痛心了 他因为刚烈而惹祸 被迫害致残 他曾计划撰写 大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 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 但是终于还是因为身体被摧垮 而力不从心 未能完成 是可杀不可辱 与忍辱负重 这两种选择 如果撇开个人利益得失的计较 应该怎么做 我看就得具体分析 我想啊 把这个两个 把这两种选择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 弄清楚了 在什么情况之下 应该怎么选择 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学术等等各种人物 对他们的选择 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角度的判断 更深一层的领悟 我们今天呢 就讨论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们下次见